图维基战中的利比亚民兵 近日 据媒体报道 此前又一地区大国爆发激烈冲突 但这次已经不是叙利亚 而是北非大国利比亚 据称 利比亚境内的民族团结政府 与反对派武装发生交火 一场大战在夜间爆发 首都附近很多土地已被反对派占领 上万人举家逃命 利比亚国内之前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和平 在这次冲突爆发后 联合国呼吁双方 必须停火 以免发生不必要的伤亡 图维国民军的武装皮卡车队 自从利比亚2011年第一次爆发内战 卡扎菲政权被打垮之后 其国内的状况就一直不稳定 现在的利比亚则是处于一种两个政权并存的状态 在内战结束之后的长时间的无政府状态下 民族团结政府与最大的反对派国民军 分别控制了利比亚国内的部分地区 现在 国民军开始向首都迪利波里发起进攻 在其南部的攻防战当中 形成了惨烈的拉锯战态势 作为政府军 尽管由于短时间内 无法恢复国家经济 而难以进行国防建设 民族团结政府的装备水平 相比以武装皮卡 作为核心重贯备的反对派 要好上不少围绕首都南部的血战 政府军出动空军部队进行了六次空袭 长期处于被动的地面部队 也在空中支援下摆出了罕见的进攻态势 虽然政府军的攻势成功的取得了一些成果 将战线向南推进了数公里 迪利波里的大量平民 还是涉于战争的威胁 而开始逃离城市 联合国也对此发出警告 希望双方克制 以免发生人道主义危机 除为操作机炮的利比亚民兵 利比亚总体的处境 与当年的伊拉克颇为相似 当原先的铁腕独裁者 被外来势力裹挟民意推翻之后 不能产生新的强力政府 国内局势便立刻陷入混乱 不过 伊拉克成为军费泥潭的前车之舰 使得欲爱大国 再也不敢亲自下场 扶植代理人就成为了消费比最高的选择 由于利比亚是中东以外一处相当重要的产油区 难免遭到大国势力的介入 在卡扎菲政权倒台之后 利比亚国内混乱的局势 使得各大国 可以更方便地扶植代理人上台 而混乱的局面 则使得大国 可以通过仰扣自重的方法 更方便地控制代理人 在伊朗局势紧张 中东油价上涨的情况下 捏住利比亚石油 无论是对世界局势还是自身的能源安全 都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突围被打成废墟的城市 正是由于这种代理人战争的格局 在短时间内不会改变 利比亚内战从再次爆发的那一刻起 便又一次脱离了利比亚本身 所能掌控的轨道 当脆弱的和平 在一次被打破之后 这个国家将像伊拉克一样 陷入长期的动乱